1 2 3 4 5 6 7 你没看错 这些孩子是布农 客家 台湾族混血的大家庭 绰号布克牌七王子 布农族和客家协同的 28岁妈妈何礼鹏 和27岁的台湾族爸爸陈正元 在连生两胎老大老二 都是儿子之后 紧接着第三胎双胞胎 到2020年底第四胎三胞胎的出生 就这样凑成了圣经中完全的七 同时要照顾这么多孩子 常让夫妻俩生活在崩溃边缘 有了信仰和教会的支持 让两人虽然辛苦也有喜乐 照超音波我照到三个 我说天哪 上帝你这跟我开玩笑吧 对 就觉得说我自己的信心不足 就是对于神 同时就会想到就是周遭人的鼓励 就会觉得说 好啊 那主你竟然都给我这么多孩子 就他们所需用的一切 就是你一定要供应 刚开始真的还没有办法接受 真的是还好有共同的信仰 因为孩子是上帝给的产业 所以我们不能自己做主 何礼鹏原先是护理人员 如今成为一打七的全职妈妈 她坦言有许多辛苦之处 像是常常一天得洗好几次衣服 也因为孩子陆续出生 无法顾及每个宝贝的感受 她传感到分身乏术 比较困难的点就是三个一起哭 然后两个又要黏又要撒娇的时候 当下就只有两只手 我就只能先抱两个小的 然后另外一个小的可能就让他哭 就是我对我们家大哥比较抱歉 在他的成长过程怎么觉得说 就他好像也是一直在帮忙哭弟弟们这样子 对 可是我们牧者是跟我说 你应该只要感到很高兴 就是说在他这么小 他就可以学习到就是这么多的事情 肩负一家之主责任的陈正元 睡眠不足已是家常便饭 也常需面临生活上的压力 不过夫妻俩的感情却因为七宝 有共同打拼努力的目标 反而更能体谅对方 很疲劳啦 对 因为之前他们三个 前三个月 几乎每个晚上都睡不到两个小时吧 利用小孩子就是都睡觉的时候啦 对 我们就可能买个宵夜啊 小点心啊 就什么都聊 还蛮感谢省的啊 就是反而是七个孩子 让我们就是那种感情 有一种被提升的感觉 教会的弟兄姐妹 成为七宝家庭很大的支持动力 教会中有许多年龄相似的新手爸妈 互相帮忙分享育儿经验 孩子们从小参加主日学 在家也有每周的家庭祭坛 一家九寇一起分享祷告 一家人来主日的时候 就好像有一点风年季的感觉 好像就很欢庆 整个教会就充满了欢笑 如果哭的话也是很精彩 对啊 因为我们也知道 他们平常在家里就很辛苦 那有的时候我们就是 像有面包啊或是有一些物资啊 就会送过去给他们 然后就是过去的时候又再抱一下 抱一下让他可以 妈妈可以稍微放松 从怀孕啊就是只要有服饰 我们就会带着他们一起来教会 那因为我们自己的小朋友年龄层也比较小 所以我们就是每一周的家庭祭坛 因为我先生就是会打鼓会弹吉他 所以我们就会自己在家里 从敬拜开始 因为是最能够带入他们的那个时候 然后一方面他们也可以 蹦蹦跳跳啊什么的 七宝家庭专属的粉丝专业 不客牌七王子的生活日常 吸引不少忠实粉丝 夫妻俩也大方分享信仰传福音 期待孩子们长大后 可以全家一起到南岛国家宣教 之前教会有来一个宣教师 他就跟我讲说 你生那么多孩子就是要去宣教 对那我就很领受这一句话 梦想就是走南岛宣教 然后带他们一起去服事 其实很多人还是会问说 那如果再有怀孕那你会生吗 那其实我跟我先生都还是会生 对那虽然他目前是结扎 那如果真的有神迹那我们就生吧 因为我觉得在我们身上 好像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情了 平信心领受上帝赐下的产业 陪伴七王子健康成长 每天都是满满的祝福与恩典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